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积累了多年的经验 创立了食品公司 一路走来不断创新与研发 开发各种风味的饼干 并于2014年成立了台湾唯一以饼干为主题的魔法饼干学院 结合实际手作体验与故事解说 将饼干百科知识与业界的经验分享给大众 使消费者能更了解饼干 进而传承饼干文化 同时带动地方观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郑曹芳 欢迎收看《鲁蛇玩很大》 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 他真的是要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梦想 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吃过这个姜饼屋 对不对 常常就梦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住在这个饼干的房子里面 这是很多小朋友 在小的时候曾经有过的想象 那么今天这位创业的朋友 他就要把这样的想象来梦想实现 他是台湾优格魔法饼干学院的创办人 饼干可以做到一个像是哈利波特的这种学院 我们一起来欢迎吴瑞琪创办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人间卫视的观众大家好 是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充满了童真 我们先来进行快问快答 准备好了吗 好 品牌精神是什么 在地的品牌 优质的品格 最初的饼干是源自于何时 是从法国的一个小鱼缸 应该是在大概19世纪左右 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 就没有退路 店里的人气产品是什么 是我们一个蝴蝶派的饼干 遇到挫折的时候会怎么做呢 坚持造病 OEM跟ODM的优势是什么 OEM它比较没有风险 那ODM它就可以主导整个技术的一个主导权 饼干烘焙的制作时间 饼干从头料到烘焙出来大概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 勤 勤劳的勤 很勤劳的人 这个瑞熊我们先来谈一下 目前这个饼干学院在台湾 在烘焙业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台湾目前烘焙大概分做两个部分 一个是属于比较长销型的通路 这个在国际市场它比较面临到一些属于国际贸易的一些关税的问题 所以它处于比较稍微比较类似一点 但是台湾的品质算是在国际市场是有优势的 所以说我认为其实应该是说需要更努力的一个不断的去拓展国际舞台 那在于国内的市场的话 我认为在有一些手制的工作坊不断的创新研发 有不同各式各样的一个手工饼干器 这也不断的在更新这整个国内饼干业的一个市场的改变 是 而且我们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梦幻 您是第一家创立一个观光工厂 而且是以学院来做整体的行销概念 把它打造成为很有意思 我觉得还蛮符合我们对于童年的想象的一个实现 当时为什么想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工厂很透明化的一个开放 让所有的游客消费者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整个饼干的制作过程 顺到可以了解到整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控管 这是我们当初在开放这个饼干学院的这样的一个主軸 在创业的初始的时候是OEM对不对 是 OEM对你们而言很重要 因为它可能就是获利的来源 是 OEM那时候合作了哪些很特别的品项 在做OEM因为刚开始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所以非常小型的一个工厂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帮这些通路品牌 跟在地的一些鸿培业者来做一个代工 来帮它开发商品能够取到一个所谓的专业分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分工 早年的时候做的是中式 是 然后后来才做习制 这中间的转变是什么 因为刚开始创业工厂很小 所以它会属于比较从在地的小型的一些传统的糕饼店 这样的市场开始开发起 那一般传统的糕饼店 大部分都会比较属于像中式的这一种传统糕饼店 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就从这个中式的糕饼店开始切入 慢慢的再走到一些量化的稀释的一个品牌 工厂的代工 那听起来虽然很顺遂 但是其中一定也历经了很多的坡质和转变 包括了这个世代味蕾的改变 可能某种程度 你们在制作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 应该是说这个产品开始要转型 因为可能有些已经慢慢的慢慢的 在世代改变下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所以你们可能要走在市场的前面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资讯或者是这样的技术 你们怎么样去获得呢 在整个市场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改变 我们不断的就是说跟国际有一些交流 包括到各个国家去做一些市场的一个考察 能够掌握到现在国际正在流行的趋势 那在台湾的市场我觉得是跟着让国际的舞台在走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可以去发现到整个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发展 应该马上就要做一些转换 是 瑞兄一刚开始的时候做OEM 是 有能力做到ODM 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开始去帮品牌公司去设计产品 因为很快的就可以成为自由品牌的公司了 对不对 是 我想可以从这个OEM变成ODM 是 这其中呢一定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开始自己有能力去开发产品 是 那么走到最后就会成为自由品牌 是 那我们先从前端一点 从OEM谈到ODM 是 这可以开发出自己的帮品牌开发出产品 是 OEM它属于比较单纯的一个作业形态 对 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 对 所以有可能包括整个生产的一个SOP 都有客人提供按照这样的流程去做 所以它会是属于比较劳力密集的一个传统工作 对 慢慢的我们从小型的工厂转换到大型的工厂 有很多自动化的一个生产线的一个改变 所以每一套生产线都需要有一个专属的制程的SOP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 开始不断的培育这样的一个开发人才 然后去为我们自己的专属生产线去做一些产品的一个开发 那慢慢的这些合作的品牌也就是说对我们的整个研发的一个能力跟技术有所信任 所以一直不断的就是慢慢的把产品直接转换到我们这里 由我们自主来开发 然后提供给同路跟品牌产品的一个提供 听起来就不可以把这个创意开始实现了 对不对 所以自己喜不喜欢吃饼干呢 当然 一直从小就一直梦想着 哇 这个美味可口的饼干 如果能够随手可得 那就是一个人间人生最大的快乐 对 而且更妙的事情 他爱吃饼干所以创立了饼干魔法学院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概念好不好 魔法学院是跟我们当初在命名的时候 跟我们目前的工作形态是有一点相关的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主力做ODM会有 随时会有很多新产品不断的发想跟产出 所以我们就像在变魔法一样 每天都有不同的一个不一样的味脸 不一样的产品来产出 所以当初我们在设立观光工厂的时候 一直在讨论一个主轴 后来定调在魔法学院是这样子来的 好有意思 对不对 我们再回到产品的本身 其实现在这个世代是全球化 文化非常盛行的时代 但是呢里面保有一个特色 就是多元文化它可能要被保留着 它不会因为全球化而灭失掉 那里面有很多的类型 那可能是有保留自己各国的 或者是各个产品的文化 它的特性 那也有可能是Fusion是融合着的 或者是它越在地 越有全球化的可能 那我想饼干文化也是这样子的 如何去融合 你知道台式的饼干文化 然后推向不只是台湾 甚至有国际的可能 对 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能够把所谓的在地特色 能够在这个产品上能够做一个花卉 尤其是像我们以台湾来讲 各地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农产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些材料的转换 把它变成一个很美味的饼干跟半熟粒 其实我们在帮全国的农会系统 开发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商品 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就在地的食材 去做属于在地的特色的一个饼干 所以在我们饼干学院 有各式各样非常多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饼干能够让很多的游客去了解 原来屏东有产大洋葱 它可以做成洋葱饼干 这样的包括茶叶 也可以做成茶叶饼干 在茶叶博物馆里面呈现 这个就是整个在地饼干的一个发展 对于国际的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有所谓的各国口味上的一个区隔 像我们有行销到将近20个国家 每一个国语的一个需求的口感都不太一样 我们也会因为这个国际上个别的需求 去做一些个别的调整跟开发 饼干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学问 而且尝着台湾这块土地身后的情感 对不对 我们休息一下 持续地在跟这个瑞奇雄 他要带我们用饼干来玩很大 拥有数十年烘焙经验的吴瑞奇 在创业之初 便选择以OEM饼干代工为基业 凭借着品质第一 并坚守信诺的理念 不断投入大量的量产设备 奠定了业界专业饼干代工的地位 一路走来 不断研发 屡屡创新 从OEM代工 跨组到ODM研发设计 协助客户研发新产品 开发各种风味的饼干 俨然成为国内外多家品牌大厂的中央厨房 在研发团队精心打造下 全台唯一一座以饼干为主题的 魔法饼干学院诞生了 吴瑞奇将数十年的饼干制作经验 以轻松有趣的方式 教导给每一位爱吃饼干的民众 让他们可以在石座之余 也能获得饼干界的各种知识 希望透过一块小小的饼干 更加丰富国人的生活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光 我们把我们的工厂做透明化的开放 那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学习体验的一个 体验教育的一个场所 能够在我们的饼干文化馆 能够进一步了解到整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控管的一个流程 所以对于一些小朋友还有一般的消费者 他在这里他能够很清楚的去了解 我们平常在吃的这些饼干这些食品 到底它的关键控制点应该是会有 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成本 奇妙魔法在烘焙教室一一展现 色色款款的造型饼干 承载着大人与小孩们的笑容和喜悦心情 一同体验魔法饼干所点化的幸福力量 刚才其实我们很喜欢吃这个喜饼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饼干 这个很想要称呼你为魔法学院的院长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盒饼干里面可能就有很多很多 很新奇的想象 这个总经理好了 在创办公司之前其实就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自己可能在过去有在大厂的经验 然后后来自己创立了公司 这一路走来其实也挺多挫折和波折的 是 我们来谈一下怎么样去克服好不好 首先呢波折在什么地方 我是从一般的传统高饼业 高饼店开始做学徒开始学籍的 三四十年前这样的一个高饼业 它还没有说成长得很快 还是维持那一种什么样的饼干或是糕点多走 多做 所以说进入到这个行业是非常辛苦 当学徒非常辛苦 每天可能要有甚至于接近二十个小时的一个工作时间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前期的耕耘 我一直认为需要付出才能够让自己的技术不断的再提升 对 所以我非常的投入这一个行业 所以一路走来 踏入到这个行业 我从来都没有转到其他行业过 很坚持 非常坚持 而且到了 现在也是一个跟很多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吃过的这个品牌 你也曾经在里面服务过对不对 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创业 出来创业去任职可就不一样了 是 当然 这个创业对于可能在最初的时候没有行销的能力 是 本身是在烘焙的领域上 那怎么样去突破 我觉得一路走来都一直在技术方面转严 我本身又比较属于那种木纳型的 不太会去跟人家交际或是聊天 所以说当初在创业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切入到这个市场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了代工 这样的一个属于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 那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推行了一个叫专业分工 就是跟这些通路跟品牌商来做产业的专业分工 那我就负责这个所谓的我的专业领域的这一个部分 那刚开始因为没有资金创业 所以一路走来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 需要不断的去克服 这也是在应该在每一个初期在创业的可能遇到的问题 都差不多啦 都会很健康 都是没有资金但是要很坚持 对 而且尤其是像饼干我们都知道 还要很多样 而且多样到你还不止 不只是跟其他的可能是同业上面我们要做一个区隔 更重要的事情还要与时俱进 因为我们的味蕾是非常非常的 对不断的在改变 对而且需要很大量的刺激 可能不是一次吃一种饼干可以吃十个 是要吃十种不一样的饼干才吃得下去 因为他觉得说这个饼干干干的 他需要去做一些刺激 不然就要配一些饮料 如果这个饼干自己本身没有有多变性的话 他觉得我索然无味了一些 所以这个挑战就很大 是啊 那么所投入的研究设备呢 也相对的比较多一点 对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何去一致一致的创造出不同的风味 我觉得这好有意思 因为我们有时候吃饼干的时候 一下来可能还甚至几十种 这个感觉上每一个都是作品 看起来像是艺术品一样 是是是 因为我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首先要对材料非常的了解 所以包括各种不同的材料结合在一起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这个是一个当一个研发者技术者可能需要具备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除了把材料混合到做成饼干 这个过程还需要有一些所谓的专业的设备跟技术 那这些东西都要不断的去做一些尝试改变 然后如何去把一块饼干能够做到一个在最优的一个口感状态下 所以这个是开发一个产品有时候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有的我们最长有一块产品可以开发到一两年都可能需要还不断的在测试 在某一个条件下需要做一些环境设备的一些调整 小小的一块饼干里面充满了学问 还有长这时间还有一两年的时间 像是这个真的很想要称呼你为院长 然后一个饼干学院 好 总经理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你有做一个这个像爱心一样的蝴蝶书 这是明星产品 对 是我们的明星产品 对 我觉得这个要打造 这里面有很多故事 因为它这个一层一层叠起来 叠成这样的形状 我觉得很很不错 对 这一块产品我们研发的很久 而且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达到一个 让每一个消费者吃到都是 每一个口感都是非常优质的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材料的选别 还有就是制成的一些改造 它是由一个面皮 然后不断的成油这样子不断的研压 到一定最佳的比例的层次 然后再去烘烤出来 所以它的制作过程也相当的有技术性 所以一般在坊间的一些工厂 很难可以用这样的自动化的一个模式 就是在制造这样的产品 对 而且它竟然有这种手工饼干的空干 对 非常非常的细 是 一层一层的叠起来 是 我想看 我想贵公司的成长之路 某种程度它也诉说着 台湾的在早期创业的一个缩影 从代工到可以有能力设计产品 然后再到自由品牌 是 这一步一步看起来 好像是这么的顺理成长 我们刚刚也谈到了 从代工再到了这个ODM 那现在是自由品牌 是 从ODM到自由品牌 这中间 这个跨过的这一大步 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来谈一下 其实自由品牌饼干学院这样的一个 开放 其实这其中除了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产品 能够呈现给所有的一个游客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我一直很 有一个理想 很想在自己的故乡 能够做一点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的故乡是在彰化县的县西乡 它是一个非常靠海边的偏向 它属于算是人口非常稀少 才一万多人 我是在地的子弟 所以我当初要创立这个品牌 同时我也在考虑如何能够为地方 有所发展带动 所以它除了一方面在 推行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教育以外 另外一个最大的目标就是 希望能够对地方有一些带动 小小的一块饼干里面藏着 对于在地的关怀还有爱 从今天我还想要了解的部分是说 当然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风味 所以它在这个包装上面 还有我们在外观上面 它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就是你第一的就是西乙 那其实我们常常吃到很多很漂亮的饼干 真的不怎么样 但是我们发现说 这个要好吃跟好看要兼顾 没有那么容易 是 那你们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兼顾 兼顾这件事情 那里面有什么样的配方呢 做饼干学院 我们取名饼干学院 希望还是能够对这个产品 有一些学习教育的带动 所以这里面除了在食品安全教育 还有我们一直在推广一个叫 自然无添加 我们一直很希望大家能够慢慢去改变 回归到自然的一个产品的材料的口感 所以饼干学院还有一个推行的主轴就是在推行环境教育 所以在包装方面 我们一直采用的比较减速的包装 减少这些塑料的一个包装 所以我们尽可能采用属于分享包的概念 所以产品我们希望能够大家特别去关注它的所谓的口感 是 是 这里面还有理念 我们休息一下 持续的再跟总经来谈 谢谢 谢谢 嗨 吴瑞琪 现在是你的二十年后的我 好 那我想在这里 我想告诉你 在这二十年前 你的努力 不管经历了多少的一个辛苦跟压力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断的一个过程 从开始踏入这一个行业的学徒 我知道很辛苦 而且可能有很多的所谓的收获 并不是能够这么的如你所愿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路一步一脚印的这样走过来 包括在生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除了时间付出 体力的付出 还有就是需要不断的一个上进学习 你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跟在这么多的良师的左右 来努力 我觉得你应该要很感恩 从印象中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们在二龄的一家店要开幕的时候 那一种开幕前的三天没有上床的这样的经验 却是让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这三天不断的在工作上的一个努力 为了要筹备开幕的时间 三天不碰床 到最后一个产品出炉以后 直接放松下来 倒到楼梯上 直接这样就昏睡过去 我觉得这个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跟回忆 我不认为这样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能够让未来的事业 能够不断不断的 有更多的一个成长跟体验 台湾優格魔法饼干学院的创办人 也是我们的总经理 瑞启雄 持续的来谈一下 那我觉得很重要 虽然现在我们有自己的饼干学院 但是持续的营运的策略 有把这个ODM或OEM放掉吗 没有 这个还是一个台湾優格本身的重心 我们还不断的在研发更新的一些产品 给通路跟品牌 那在饼干学院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持续的在扩充 这样的一个食品安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有内销有外销 对 那听起来越来越国际化了 对不对 是 我想要能够把这个饼干文化 是 船上出去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在参展的时候一定很有意思 因为各国的文化聚会在一起 感觉像是万国的博览会一样 是 每一个区域它就会有一些特殊的口感 是 有没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参加一个这样的会的时候 我觉得原来饼干还可以这样做 然后别人也可能对你的素品感到很敬严 是 这样的交流 我觉得也很值得跟你想要 在饼干上面做创爱的朋友做一些分享 是 我们常常会参加一些国际的展览 那像这样的展览 有很多各国各式各样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呈现 那以我们公司来讲 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它的生产的饼干类别非常的多 包括它的生产线也很多元化 包括它的生产线也很多元化 所以一般很少有这样的食品公司 能够做到这么多元化 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一个 品类的一个饼干 所以很多包括一些国际大公司 来到我们的摊位 它都会觉得非常的惊喜 为什么一家公司能够开发出这么多 符合各个族群的一个饼干 当然以现在目前国际的一个饼干市场 我们算是属于走在 比较尖端的一个饼干类别 就是说属于比较精致化的 我们常常在谈一个就是说 我们把五星级跟高档的红培连锁店的一个 手工饼干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把它做量化到一般所谓的通路便利通路市场 能够让大多数人能够很容易的就是取得 然后吃到 然后用更实惠的价格来买得到 是这样 哇 所以喔 这个也走出去台湾之后 发现自己的那种光亮 还有那种能 那个能量 其实也可以影响到蛮多人的 对不对 这个很棒的事情 谢谢 我们再持续的来谈 刚刚也有提到说 哇 其实这个越在地 越有力量 是 所以总监理也一直想要 用这个饼干文化来带动农村的经济 是 甚至可以透过这个 产品 让国际看到台湾 对 饼干文化的实力 是 我们先从带动这个农村经济的想法 对 因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刚刚我谈到了自己的家乡 是 对 像 这可以从我当初 选择在自己下乡 创办这个厂 包括从 在 取名字的时候 就开始已经 种下了一些渊源 我希望能够把台湾的好的商品 推向国际化 所以前面会加一个台湾优格 台湾优秀的品格的产品 那 那 一刚开始人家可能还以为是做优格 对不对 是是是是 那 在自己的家乡 我们创立了饼干学院 当然有很多的理想跟目标 一直希望 包括农村的一些带动 所以现在在做观光 做观光对整个 线西周遭的一些村庄 大家都会有相关 因为观光客一进来 大家说人潮就是前潮 随便可能开个小餐馆 或者是卖个凉水 都可以在那里做生意 这也是我们从观光工厂的角度 去带动整个地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 好 接下来我们的下一步 就是希望能够扶植在地的农特产品 然后把它转换成伴手礼 跟在地的商品 然后把它行销到 推广到国际市场 对啊 藉由这个平台 是 甚至可以跟饼干来做结合 是是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持续的再跟创本人来聊 他如何用饼干来玩很大 我今天所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的珍藏小物 这一张是我的全家 这中间包含我的父亲 我的所有家人 这一路走来 由于我的家人的一个支持跟鼓励 所以我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创业艰辛 也就这样一路由他们的支持走过来 所以我真的很珍惜这样的一个照片 虽然说我的父亲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一直珍藏的这么一份很珍贵的一个礼物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珍惜的一件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张照片是我的两个小朋友跟我在创业初期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景象 那为什么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感觉 是因为在创业初期 其实自己没有什么资金 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不断的把工厂更自动化 所以大部分我都会自己动手拆解所有的一个设备来做一些改良 然后把整个生产线架构起来 所以这也就是我一个刚在起步非常艰辛的一路走过来的一个景象 所以我随时一直在回忆着这个过程虽然艰辛 但是我们也一路一路这样努力的走过来 所以非常的感谢很多的好朋友的协助还有家人的陪伴 台湾优格魔法饼干学院的创办人院长 我现在很想要这样来称呼您 一步一脚印从代工再到设计产品 然后现在是自由品牌 我觉得这都相当的不容易 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想要清創的朋友 特别是在饼干或者是烘焙业 他们怀抱梦想 我觉得他们很需要你的意见 我觉得做这个传统产业非常的辛苦 但是它必须要有兴趣 只要你有兴趣你可以克服万难 不断的努力的在这个产品上能够做一些专业 那我觉得我就是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一个信念 然后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坚持 我也希望给年轻的一些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创业者 能够希望他们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业 真正的一个去了解 然后投入尤其是在产品的一个所谓的材料的选材上 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因为成本的考量 可能会考虑到其他不同的一些 简约的一些成本的材料 这对于整个未来产品的一个品牌发展 它是会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实际上的年轻人可能如果要跨到这个行业来 我觉得可以用最实在的材料去做最美味的产品 我相信只要把产品做好 他的时钟的消费者会一直支持着你 对啊 张本球力很重要 对 我们用什么样的成本然后赚取各种 尤其是在做食品业真的是两性事业 我们持续的来谈的是你曾经提到说 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很多要素很重要 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特别铭记在心 就是人脉 人脉的一个 甚至经营也好 或者是一种感知的感恩也好 我们都非常清楚 这个总经理 对人非常的和善 而且和和气气的 所以您认为人脉存折跟技术存折是一样的 是不是 是 当然 我觉得自己做生意 你不光只是自己本身的条件 还有外在的因素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自己可能关在家里面做一做产品就能够卖 还需要有很多的所谓的人脉 朋友去帮你做一些引荐 包括一些机会的介绍 我认为在我的创业过程当中 我遇到了很多的贵人 很多人帮过我 我也一直以来非常的感恩 包括我之前的一些同事好友 知道我创业 而且不断的在旁边支持的我 帮助我 我都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对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家人 对不对 是 是自己的牵手 当然 这个是最大的支持 对啊 他可能在您的身边 常常就提点你些什么 然后给你最大的支出 当然 对啊 所以跟太太一起合作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在 你在最初初的时候 在试作的时候 是 他就在旁边帮忙你 是啊 擀面团啊 对 或者是调温控啊 对啊 对啊 这个主厨旁边也需要二厨嘛 对不对 是啊 我们来谈一下在你身边一直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其实我的太太一直就是 从开始我们决定要创业 他就是一路走来就是最大的支持者 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他就从旁不断的一直在鼓励协助 然后支持 对 像 他算是一个 这个行业的门外汉 但是他一边跟着做一边跟着学 还要照顾的小孩 还要照顾的三餐 有很多的 除了在生产技术方面以外 大部分都他都包办了 所以我等于没有获顾之忧 包括就是说可能 我们在创业初期会有资金的压力 他也会帮忙做一些 就是说怎么样去做一些思考跟解决 我认为这个是在一个创业者 一个最大的支持 对 夫妻之间就是共同创办人 对不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创办人来到 主持人欢很大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掀起了一股饼干的旋风 台湾優格的魔法饼干学院 带来一非常精彩的饼干的故事 主持人欢很大 翻译辩文 我是郑草芳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